梦有四种 一、四大不合之梦 或梦山崩或梦自身非空 或梦虎狼及劫贼追逐 此因四大不条 心神散意之梦 二、先见梦 随骤间所见而梦 三、天人梦 若人修善 则天人为感现善梦 以使增长善根 作恶则感现恶梦 使不恶生善 四、想梦 常思想者多献梦中 就是因响而献梦 其后家内必生一子 未满三日 而乃言说 击手悲弃 告于光目 生死业缘 果报自授 无事如母 九处暗鸣 自别辱来 累跺大地狱 蒙辱福利 方得寿生 为下贱人 又赴短命 寿年十三 更落恶道 如有何计 令无脱免 这是佛的微神之力 使然 故能生下三日 便会说话 并求请 杜脱恶道之法 两个小手还合着掌 一面说话 一面哭泣 生前所造恶 因死后所受果报 都是自作自受 我就是你母亲 自从死后 一直处于黑暗的地狱受苦 累次堕落于大地狱之中 承蒙你造像画像 供养的福报功德之力 才能受生为婢女之子 男为奴女为婢 又只有十三年受命 死后更又再次落入恶道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令我脱免于恶道受苦啊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菩萨未因 众生未果 菩萨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念念众生一点恶都不敢做 而众生啊 这光木女母亲吃那鱼子时 或炒或煮自情食淡 不听人劝 等遭了果报了才害怕 才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诸位在家居士菩萨啊 从这段经文中要体会啊 要赶快停止造业杀生食肉 不然要剁地狱 毁之晚矣 你将来未必由浩儿女 替你供养出家人 造佛化佛来供养佛 来超度你啊 还是自求多福 不要造杀生食肉之罪 光木闻说 知母无疑 哽咽悲蹄而白毙子 既是我母 何知本罪 作何行业 堕于恶道 光木校女闻曾说话 知道是她母亲没有错 一面哭泣 一面想要说话 而喘不过气来 而向婢女之子说 你既然是我母亲 何理该知 你本来做了什么罪 造了什么业 才令你堕落于恶道 光木女既知婢女 所生之子是母亲无依 再次详问因果报应 叫她自己再说一次 一面看是否有错误 一面警示后来众生的我们 所作善恶 能够千留三世 随夜受报 丝毫不爽 毙子答言 以杀害 毁骂二夜受报 若非蒙福 就拔无难 以事夜故 为何解脱 光木问言 地狱罪暴 其事云何 毕子答言 罪苦之事 不忍称说 百千岁中 足白难尽 毕女之子答言 在生之时 以杀害众生及悔骂友情 亦就是杀生及恶口 这二种恶业 招致地狱恶暴 假如不是蒙您的福利 就拔我的苦难 依我本来所造之恶业 现在尚不能解脱地狱之苦 光木女又问 地狱的罪暴及受苦的情形 大概是什么情形 毕子回答 地狱中所受的苦啊 实在不忍诉说 其苦楚情形 就算百千年也说不完啊 所以棱檐晶云 六根各造 吉比所作 兼净兼根 是人则入八无间地狱 身口一三 坐杀倒淫 是人则入十八地狱 三叶不间 中间或为一杀一道 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狱 光木闻以 蹄类豪气而白空戒 愿我之母 永脱地狱 必十三岁 更无重罪 极力恶道 十方诸佛慈哀明我 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 若得我母永离三徒 及思下见 乃至女人之身 永结不受者 这光木女听母亲说完 即忍不住落泪大哭 而向空中秉白说 但愿我的母亲 能永远脱离地狱之苦 于十三岁死后 能把罪业忏悔掉 更无胜于重罪 永远不要再经历恶道 其请十方诸佛慈悲哀明我 替我证明射受 听我为母亲发广大誓愿 假如我的母亲能永远脱离三徒恶道 乃至下见婢子之身 甚至不再投生为女人 或永远不要再受生轮回 愿我自今日后 对清净莲华目如来向前 却后百千万亿节中 应有世界 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 誓愿就拔 另离地狱恶去 畜生恶鬼等 如是罪报等人 尽成佛境 我然后方成正等正觉 愿我自从今日以后 对着清净莲华目如来画像的前面 发广大誓愿 其请十方诸佛证明 自今而后 百千万亿节中 所有世界的地狱 恶鬼 畜生等诸受苦众生 发誓愿给予拔迹 度脱这些三恶道的罪苦众生 务必要使这些罪报 受苦众生脱离苦难 至于涅槃安乐的境地 然后我才愿成等正觉 正所谓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未空 事不成佛 地藏菩萨最初发大誓愿 是在于清净莲华目如来圣像之前 而在本经四番发大红誓愿 此文虽在最后 但在四番发愿之中 却是最先 可知初发心的功德也是最大 发誓愿以 据文清净莲华目如来而告之曰 光目 辱大慈敏 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 无关如母十三岁碧 舍此报夷 生为范至 寿年百岁 过世报后 当生无忧国土 寿命不可继绝 后成佛果 广度人天 树如横河沙 刚刚发了以上的誓愿以后 就听到清净莲华目如来词音 安慰他说 光目啊 你大慈大悲 怜悯一切众生 又能为你母亲而发这样大愿 为孝顺母亲而要普度一切众生 无观察你的母亲 十三岁一死 即舍此下见之报 而生为最尊贵的净行贩制 舍此短命之报 而得长寿百岁 舍此婆罗门贩制之报以后 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无忧国土 寿命与阿弥陀佛一样无量 而且最后尚要成佛广度人天众生 其数如横河沙般的不可计数 这光目女的母亲生食好吃众生肉 杀害众生性命恶口毁谤造恶堕地狱 这里就告诉后代众生 何不吃素念佛 广行十善六度 求生西方极乐将来成佛度众生 而要去杀生害命 垒堕地狱受苦呢 佛告定自在王 耳时罗汉福度光目者 即无尽义菩萨是 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是 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 过去久远节中如是慈敏 发恒河沙愿 广度众生 佛陀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当时以福利嫉妒光目女的罗汉 就是现在的无尽义菩萨 而当时的光目女的母亲 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 而光目女呢 就是地藏菩萨 因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一节中 发了广度众生的横沙大愿 故此未来世中的众生 对于地藏菩萨身身敬重的心 或闺蜜或称念圣号 纵然在极短的时间里 乃至一旦直请 以可得到无量横沙的功德利益 菩萨因而大大广度一切众生 未来世中 若有男子女人 不行善者行恶者 乃至不信因果者 邪淫妄语者 两舌恶口者 毁谤大成者 如是诸夜众生 必夺恶趣 若遇善之事 劝另一谈指尖 皈依地藏菩萨 是诸众生 即得解脱三恶道报 未来世中 不论是男人或女人 若恶人肃行恶行 甚至是不信因果报应 好邪淫好妄语 造两舌的口夜 造恶口夜 毁谤大成经 这些造了恶业的众生 必定要得恶果 堕在恶趣里 假若这些行恶的众生 能遇见善知识教化 规劝他们归依地藏菩萨 纵令是一坛指的刹那时间 是诸造恶众生 及时能够解脱三恶道的报应 若能至心归境及瞻理赞叹 香滑衣服 种种珍宝 或赴饮食 如是奉侍者 未来百千万亿节中 常在诸天寿圣妙乐 若天福尽 下生人间 有百千节常为帝王 能亦宿命因果本末 若能发心至成皈依敬重地藏王菩萨 及瞻仰礼拜或称仰赞美 并用最好的名香 最美最香的名花 衣服及各种珍贵的宝物 或用鲜洁美味的饮食国品等等 恭敬供养 侍奉地藏菩萨 这样的人死了以后 在将来的百千万亿的节数中 常常受生诸天 享受天福的种种快乐 就算天福想完了下生到人间 尚有余福于百千节中 时常为人间帝王 而且生来据宿命通 能知前生前世因缘 及前因后果的经过详情 能如此自然不会造恶了 如阿摩画经云 佛言 彼以心定 清净无惠柔软掉福 便能一时宿命 无数若干种事 能亦一生至无数生 结束成败死此生彼 明性种族饮食好恶 寿命长短所受苦乐 行色相貌皆惜意识 定自在亡 如是地藏菩萨 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 广力众生如等诸菩萨 当即是经广宣流步 佛陀在教荡基者 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 不可言的大威德神通的大力量 广大的利益众生 你们诸多菩萨 应当深深了解这部地藏经 并且要广大宣扬流传这部经 这个要记着 前面那个作恶的人 遇见善知识给他种善根 叫他皈依恭敬地藏菩萨 而这里是劝我们应当学习善知识 如诸大菩萨及定自在亡 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去听地藏经 了解地藏经 而且还嘱咐诸大菩萨 要广宣流步 定自在亡白佛言 是尊 愿不有律 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赫萨 必能成佛 威神广眼是经 与严福提利益众生 定自在亡菩萨白是尊仪 合掌恭敬坐礼而退 这是当即者定自在亡菩萨 闻佛宣说地藏菩萨往昔圣音 并接受主父流通地藏经以利益众生 并未遇世尊说 请世尊莫以后世众生为律 我等遇会百千万亿诸大菩萨 必能养成佛陀 威神势力 将这地藏经法宝 流通后世 于南瞻不周 利益众生 佛的无上妙法 利益十方百千万亿 横杀世界众生天人 但因言福提众生 性事无定 信心微弱 恶业偏多 所以佛菩萨化导众生 多注重于南沿福提的众生 二十四方天王俱从坐起 合掌恭敬白佛言 世尊 地藏菩萨于久远节来 发如是大愿 云和至今游度未觉 更发广大誓言 唯愿世尊为我等说 这时东南西北四大天王 从本座而起 走到中间对着世尊恭敬和掌 对佛说 世尊 这地藏菩萨从久远节来 发过大愿 要把最苦众生度尽 过去做小国王时 及做光木女时 都一再发愿 要度尽众生 四天王内心有了疑惑 怎么地藏菩萨从久远节来 就一直发大愿要度尽众生 怎么到今天还没度完 而且还在发广大誓言 还要救度众生 众生怎么这么多 就不完 度不完呢 唯愿世尊为我们解说 以解除我们内心的疑惑 这四大天王居于 玉界第一层天 护持三宝 保卫国土最有利者 居于须弥山半山腰中间的四个山峰 山顶就是刀立天 也就是地藏法会的所在 东方持国天王 护持国土故 南方增长天王 增长善根故 西方广木天王 常以天眼观察善恶故 北方多闻天王 多闻佛法故 四大天王各有九十一子 皆名殷陀罗 有大神力 永见非常 而四天王以多闻天王为尊 假如多闻天王念及三方天王 或其陈左 这些天人当即严嫁 北方多闻天王跟前听后指示 所以东西南三方天王 皆归北方天王统领 佛告四天王 善哉善哉 无今未辱及未来 现在天人众等 广丽一故 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 严福体内生死道中 慈哀就拔 度脱一切 罪苦众生方便之事 这地藏经我一再地说 翻译得好 翻译得浅显 这一句有好多句子连在一起 打不断 做文章考究气势 这就是一本最好文学的经 佛陀回答四天王 善哉 善哉 连说两个善哉 表示不但现在的天人众生 都可得利益不起疑惑 又能利益未来世的众生 也不起疑惑 还有一个文法对照 前面定字在王菩萨出来请法时 佛叫他 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而四天王请问佛法 佛一直赞叹 善哉 善哉 这个道理你要知道 定字在王菩萨是摩赫萨 都是已经入了门 不但入了门 而且是登堂入室的弟子 跟他不用讲客气话 当师父的对于弟子越是亲近的侍者 就越不客气 这四大天王佛 就对他客客气气 四大天王是护法神 而且还是天王 就像现在的高等长官护持佛法 他来请问佛法 那口气上就得对他全巧方便 先赞叹他 这是佛的全巧方便 佛说 很好 很好 今天就为你们以及未来现在的天人众生等演说广大的利益的缘故 解说这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 言福体里生死轮回六道之中 慈悲哀敏地就拔 度脱一切受罪受苦的众生 菩萨利用种种善巧妙法来行度化众生的事 这里有一句未来现在 为什么把未来割前面 就是现在是与佛同时在世 这些天人得到的利益很快 最苦恼的就是未来的众生 而世尊最忧虑的也是未来的众生 所以把未来两字放在上面 这就是世尊心心都在念叨我们后来世的众生 这表示佛的慈悲 四天王言 为然世尊 愿乐欲吻 佛告四天王 地藏菩萨久远节来 弃至于今 度脱众生 犹未必愿 此名此事最苦众生 复观未来无量节中 阴漫不断 以世之故 又发众愿 这四天王是当机者 闻佛如此说 正如可思甘露 积思饮食一般的盼望地说 是的世尊 我们极愿意 极欢喜地 正想听这些话 佛陀就说 地藏菩萨从久远的结束以来 直到今天 发广大誓愿要度脱众生 现在愿由未必 而又再度发众愿 要救度这最苦众生 是由于看到未来无量节中的众生 所造的罪业 好似曼草的经节一样 蔓延缠绕不断 故而又发众愿 这段经文又再度单提 未来二字 不但是是尊注意未来众生 地藏菩萨意念念 未来是众生 因曼不断 因是夜阴 曼是曼草 这是比喻夜阴如曼草 这曼草平铺于地面 一大片的草 而且是节节生根 你费了好大的力气 连种根都给拔除 但只要有一小节没有拔掉 过几天 它又长出来蔓延一大片 所以说众生造的夜 就像曼草一样 这一夜就是贪嗔痴 这贪嗔痴一动 妄想就是一连串 一动贪念 可引出一痛串嗔心 由贪嗔 又更引发一连串的鱼痴 就像曼草节节生根一样 随举一例说明 譬如你走在路上看到邻居从市场买鱼回来 心想好久没吃鱼 动了这个念 你没有关照你的心 已造了恶意的业 于是你也去买一条 到了市场 看到瞎子很新鲜 也买一些 再买个肉 顺便再去买个鸡 经过杂货店 有好菜没有酒怎么行 再买酒 就是这样 妄想只要一打起来 不知觉光回照自新 妄想就会引出一大片 接着就去造业 一个引一个引出一大片 就像曼草一样 菩萨未因 众生未果 菩萨就是这样用功 于起心动念 懂得绝照妄想 让妄想歇息 而众生起妄想 念念增长 不会自己绝照 随妄想逐流造业 这就是随贪嗔起 愚痴而造恶业 造恶业自然要受果报 讲到这里 你们应该害怕 害怕夜音厉害 要懂得观照妄想 所以说不怕妄想 只怕绝齿啊 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 严福题中 百千万亿方便 而未教化 四天王 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 说肃殃短命报 若遇怯道者 说贫穷苦楚报 若遇邪淫者 说阙割鸳鸯报 众生以差别为性 如果单以一种法门不易教化 菩萨化导众生理应遍及十方世界 为梭婆世界 严福题中恶业偏重 苦报特多众生 亦感受痛苦的逼迫性 而易于教化 于是三叶并运 六度骑师 运百千万亿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 而化导众生 世尊教义生当机者 其实也是叫我们这些未来式的众生 注意听 地藏菩萨如果遇见好杀生的众生 就劝他不可以再杀生 杀生劫来是冤仇 现世就得短命的果报 前面劝请大家都发心讲地藏经 并不是要你从头讲到尾 这里就告诉你方法 你遇见什么众生 就跟他说什么样的法门 前面的阴漫不断讲的是造业的业因 造业因得果报有三种 一种叫华报 像开花 二种叫果报 像结果一样 第三种叫余报 剩余的业还要在受报 这地藏经里佛陀跟四天王所说的 一桩桩的方便法 讲的都是献生的报应 也就是花报 果报要在地狱里受 除了地狱还有余报 现在你杀生 今生今世得短命的花报而已 果报还在地狱 众生没有不爱惜自己生命的 小只蚂蚁 你一碰他 他就逃命 他爱生怕死 你把他唯一的命给杀了 来生结丑 地狱恶鬼出来 再受畜生的果报 变成猪 蚂蚁 最后才变成人 一命还一命 把债偿完 才得转世为人 转为人 还得受多病短命的余报 所以说可怕 恐怖啊 千万不要造杀生业啊 若是遇到喜欢偷人财物者 就告诉他会得贫穷下贱 苦毒万般不可言状的苦报 所谓妾道就是不语而取 离本位指五前就犯正罪 不指五前犯赐罪 若是遇到好邪淫者 就告诉他来生轮回转成银鸟 孔雀 粉歌 鸳鸯 老瓜 这些银鸟大家都看得到 一雄一词两只不离开 都是好淫欲的好色众生转生的 尤其是老瓜鸟 雌雄一见面叫行隐 古人曾做的诗云 只献鸳鸯不献仙 如果你看了这诗你动心 就犯了鱼痴 做诗的人是看了鸳鸯 动了心犯鱼痴 你没看到鸳鸯光看到诗就动心 犯大鱼痴 大家都没智慧 且看连池大师的七笔钩 活鬼乔太守 圆进还分手 夫妇两口子 你守着我 我守着你 连池大师说这等于活鬼 有一个死了 受命尽了 你还守不守 只献鸳鸯不献仙 那是鱼痴鬼做的蠢师 守到百年圆尽了 还不是要分手 若遇恶口者 说眷属斗政报 若遇谤者 说无蛇窗口报 若遇秽惠者 说丑陋龙残报 若遇签令者 说所求为怨报 若遇饰食无度者 说饥渴焉病报 若是遇到喜欢恶口骂人 就告诉他说 将来你的家人眷属都会很喜欢吵架 家庭变战场 不吵架就打架 这是恶口的果报 若是遇到喜欢无故毁谤别人 就告诉他会得到无蛇雅兹 或口上生疮的果报 故佛报恩经说 人生世间或从口出 当户于口甚于蒙火 蒙火炽燃烧世间财 恶口炽燃烧七圣财 一切众生或从口出 毁身之腐灭身之祸 若是遇到称惠心很重 愤怒心重喜欢发脾气 就会相貌变难看了 甚至变成胸骨头鼓起来 或四肢不全的果报 如果是慈善家喜欢做好事 大家一定会说长得慈眉善目 这是向随心传的道理 若是遇到千令不肯不失的人 就告诉他将来会有求不得的果报 要是遇到吃喝玩乐 暴饮暴食没有节制的人 就告诉他将来要受到饥不得食 可不得饮 或者有饮食 但咽喉生病 吃喝困难的果报 以上是杀到淫贪嗔吃的果报 若遇甜烈自情者 说惊狂丧命报 若遇悔逆父母者 说天地灾杀报 若遇烧山淋木者 说狂迷取死报 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 说反生鞭榻献受报 若遇亡捕生除者 说骨肉分离报 这里说明一般杂业所受的杂报 填猎就是打猎 凡是看见树上飞的鸟 路上走的兽 就随便地射杀 就叫田猎 自情就是放纵 己一为所欲为的打猎 杀害生命 将来会得到惊慌 害怕发狂而死的果报 若是遇见故意违逆父母 不孝顺父母者 告诉他将来会得天雷 狂风 大洪水 地震 大冰雪 等天灾地变 所杀害的果报 对父母是以顺为孝 顺父母之情 顺父母之意曰 孝顺 若是遇到焚烧山林树木者 就告诉他 将来会得到发狂痴迷 不醒而死的果报 有人到山林野外 烧火烤肉取暖 殊不知这一烧 飞得走得跳得爬得 地下更有无量的小众生 全被烧死了 将来你要受狂迷而死 狂者发狂自慰 迷者昏死不绝如植物人 热水热汤 尚且不能任意泼洒余地 何况放火烧山林木 若是遇到前父后母 或者前母后父 恶念生歹毒的虐待 这不是亲生的儿女 就告诉他 将来你反生投生 做他的小孩 由他来鞭吃你 或等他长大 你老了 他再来鞭打你的果报 若是遇到用网子 来捕捉活的小鸟的人 就告诉他 将来会得到最亲的眷属 例如父母 儿女 夫妻 兄弟姊妹 活活被拆散的生离死别的果报 永远不能团聚在一起 若欲毁谤三宝者 说盲龙阴雅报 若欲侵法慢教者 说永处恶道报 若欲破用常住者 说一劫轮回地狱报 若欲乌饭乌僧者 说永在畜生报 这里是说明破坏三宝的果报 佛法僧具足无量真尽功德 能饶益一切众生 佛如医王 法如良药 僧如沾病人 僧如护士 犯别的罪尚可救助 唯有这毁谤三宝重罪 难以救拔 若是遇到任意毁谤佛法僧三宝的人 要告诉他将来于地狱 恶鬼 畜生三恶道 受无量苦之后转生为人 还要受瞎子 笼子 哑巴的报应 若是遇到轻忽佛法怠慢佛教的人 也就是不恭敬三宝的人 要告诉他将来会永远堕落在三恶道里受苦的果报 若是遇到故意破坏或任意挪用常住的财务者 告诉他将来会一亿万劫永远在地狱受苦的果报 所谓长网是指十方僧人所住的大寺院 若是遇到故意污染出家人清净净行戒律的 或故意污赖棒无事实的 要告诉他将来要堕入阿比大地狱的果报 除了大地狱 还要永远再畜生到受苦的花报 若遇贪火斩灼伤生者 说轮回地长报 若遇破戒犯斋者 说禽兽饥饿报 若遇非离毁用者 说所求却绝报 若遇无我供高者 说卑使下贱报 若遇两舌斗乱者 说无舌百舌报 若遇邪剑者 说边地受生报 若遇到